音乐 你念什么 我念想 你真的要熬你 对我有房租对社区有房租 你要在七天裡面要學一學你的歌 我是教你作為一個導演這個創作者 怎麼晃出來 你今天你拍攝的任何個主題 你沒了解這個主題你是怎樣 在那邊拍 把所有拍進去 這是一個大浪景 可是大浪景也可能說我要拍這個建築 外面我環境要變得很 會跟著人走的時候 這樣做一點是他爸拍的 對嘛 剛剛我現在重點的好奇就是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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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社區裡面有一些手工的東西 應該要把它記錄下來 比如說記錄一些社區的一些小小人物 或者是一些老東西 或者是一些舊歷史的拍攝 我 就只是攝影跟被攝影的關係的話 就是有時候回答可能就是很表面的東西 來 給我嚴肅的跟你講說 你可以不要來 如果你沒有辦法一直維持的話 結果進來每一個人都會知道 今天早上就跟你講 是有些人都會在旁邊 那我說其實我知道 第一次的作品都很清楚 大家可以介紹一下 好 第一次 那我覺得這個很有意義 說成 要拜還是一張學問 我不知道要管理人 你一家不敢 你一家動機 我們希望是說 他的一個守護老茶園 這一家主老茶園的勞動過程 這次這個對象就是我們都不熟 所以說他有很多東西都值得報導 誰要先出場 這個 我們就開始有一點想法 我們就開始有一點想法 從我小的時候開始這樣子 對 就是你 對 演調查這裡 他77歲 49年開那個雜貨店 拍攝的構想 就可能拍他們的一天或是一週 你的選擇都會說 他講得比較清楚所以要他 哪裡有這種事情 他是什麼 機嫌之下 他想要來做 應該是透過跟蹤的過程中 去找到他良心的故事吧 牧師這邊我要特寫 十字架我要一個 我們來想講故事 這個東西因為你已經很了解了 可是那個剪接的方式 那個故事說出來 一般的觀眾會 跑掉 感覺他就只是 不覺得他很厲害 或是很感動 然後再講故事 就會搭不起來 為什麼要讓他 很厲害的部分 就是他在 換場景的時候 換得太快 車身 就帶你第一次出來的感覺 我就跟你們講一句話 影像是殘酷的 影像一出來的話 我跟你講作者都嘴巴閉上 觀眾感受什麼就是什麼 想要去推廣 真的是健康的東西 想要去推廣 真的是健康的東西 想要去推廣 真的是健康的東西 所以我一開始的想法是說 每個月都用不一樣的小生命 你們這個團隊要繼續保持 而且我是覺得說 希望你們拍三十分鐘 希望透過我們春光美學 透過區域型格 恐怕不建構 去透過我們社區影像紀錄 透過我們大家 口耳相傳 把這些東西 還是要透過大家的力量 把他健康